嗨 欢迎回到 只要有人听就好 我是嘉瑜 我是亚群 我是思杰 嗨 今天是18分钟的 新春特别版 咚咚咚咚 你期待我今天这个 你们好冷漠喔 有这个 你太突然了吧 但是大家还想说 18分钟新春特别版 会有什么事 其实什么事都不会有 就只是跟大家拜个年 恭喜 你可以看他YouTube 会有一个喜气的感觉 而且我今天真的穿很红 因为今天尾牙 你没有穿很红 你不要在那边乱放泡 你好意思喔 对不起 别红 我站在后面边边 脸给我红起来 好 那我们来抽出 今天的题目 今天呢 听众希望我们聊聊的是 对于伸手牌的看法 我是觉得18分钟 请大家提供题目 这是一种伸手牌 每个礼拜都在伸手 说的也是 对 然后一直跟大家 要鲑鱼蛋别的钱 也是伸手牌 思杰会蛮常遇到伸手牌的吗 非常常 是不是会遇到那种 就是说 想要跟你聊个天 出来吃饭子之类的 我觉得这份子 有很多种不同层次 就是 你刚刚讲那个是我最讨厌的 就是他会觉得说 我赏你一个跟我聊聊的机会 那种感觉 有这种人吗 有啊 不是 是谁啊 我觉得 这可能 有点不算是 严格定义的伸手牌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觉得你们公司作品很棒 那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东西 可以来跟你们合作 来互相交换一下 然后想说 我们有非常非常正规的 业务沟通管道 你就直接去看 你就知道说 你到底可不可以 他们会用那种 互战互粉的态度 对啊 蛮怪的 就会有一种觉得说 你们公司肯定缺案子吧 我们也是泱泱大牌 但其实那个可能就超级不泱泱大牌 通常的泱泱大牌 就会直接投我们的那个 就是标单 对啊 就是大家都很习惯 是一个正规的合作的流程 对对 我们是一间正式的公司啊 大家对伸手牌的定义是那种 比如说在PT上面 或者在低卡上面 就是问一个 很明显Google 就会有答案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 我们最常遇到就是 问那种 比方说对我的那个职业 什么看法啊 或者是对我履历有什么建议 这超级常遇到 这个好像不算伸手牌耶 这个就是比较像是 想要不劳而获 就是伸手牌 因为伸手牌是 他可以Google就找到啊 但是你那个是 他就是要来问你 他不是 他Google也找不到啊 可是我觉得一样啊 就是他没有打算 付出任何东西 他只想要别人 帮他解决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 这边的伸手牌 应该是比较像是 刚刚亚全讲的那种 我每次看到这种 也都会想说 就是可能看到这些文章 就是下面就会有人说 欸伸手牌哦 然后就看泡它 但我后来就会觉得 有一些人 他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是他 你的指控嘛 严肃的 我是说真的 你不觉得吗 有些人真的没有真的 因为你甚至在职场面 也会遇到这种人啊 就是你会觉得 有些问题其实 你好像可以自己解决 但是他们就是会 先来问你 比如说新人问问题 完全没有 我觉得你就是要问 可是当问那种 很蠢的问题 或是很明白的问题的时候 就还是会觉得 欸这是伸手牌 我自己一直以来 对伸手牌这件事情 都很不敏感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天社群上 就是可能在PTT 还是在别的论坛 就看到很多人 在抨击伸手牌这件事 以及有很多的KOL会 分享一些他们的 跟网友的私讯 一定都遇过 对然后就会说 这个为什么要问我 或者是我的影片 讲过多少次 然后等等等等 我蛮常看到KOL 在分享这一类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会 一直问KOL一些 他可能觉得 回答很多次了 或者是他会觉得 你就把这个东西 咕一咕 就会找到 为什么非得来问 我不可能的东西 然后我这时候才发现说 其实伸手牌这件事情 对于当事人来说 可能是 就真的只是小事 就觉得 有问题就要问 的那种心情 但是不知道 就是造成别人 很大的困扰 因为我觉得听的人 多多少少 有一点点情绪勒索 有点被情绪勒索的感觉 就你就会觉得 不回好像没有礼貌 很坏吧 对啊 如果他问说 师姐你的帽子很好看 那底下的头发是多的吗 这个不是像伸手牌吗 Google现在就知道了 这个算是一个 暖心的关怀 对对对 这个我反倒觉得还好 其实你们刚才讲说 伸手牌的 比较大部分的定义是 就是这个东西 自己Google就可以Google到 这种路线 我其实还好 因为我觉得 我就会真的直接回答他说 这个其实你可以搜寻一下 然后我就不回了 可是我最害怕就是 他是真的想要寻求帮助 其实他可能真的 也是需要帮助 但是那个问题不是 随便人可以免费 为你花那么多时间 他就会跟我讲说 他的品牌是怎样 然后说 请问我的品牌 该怎么做行销 爆炸大的问题 这种真的也很烦 宇宙大问题啊 这种也很多遇到过 比方说 就出去讲座完 然后不是都会留下来 你们应该也 超常遇到了吧 然后就会 他们就会直接过来问你说 我最近 为什么我的贴文 都没有人看 为什么 这种我反而比较不讨厌 就我也会觉得困扰 但是我也会很直接 聊到人家说 这可能不是我留下来 跟你聊五分钟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是 对 然后我讲的讨厌那种是 明明这个表单 或是这个东西 在公司的云端 或是在哪里边 我就知道他放在那里 其实你只要搜寻 就搜寻得到 但你还要丢到群组 问这个东西在哪里 哦 这么具体的 讨厌的状况 什么就是我吗 什么就是我吗 就是那个人 不是你的老板的前提下 我就会觉得 他还是身手牌 是老板的话 就是我很乐意帮助他 对 我好像就是觉得 因为都放得太乱了 确实 我的状况就是 我基本不看客户讯息 我在跟状态 我都会跟 很紧是跟内部 就比方说东西出来 我会看 但是我不会特别 去看客户讲什么 所以我会直接问说 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 然后就会 PM就回答我 然后我觉得 偏偏应该心中说 我想说 你是不会自己 去看一下LINE吗 不会吧 因为不会有人这样想吧 我觉得比较像是 因为通常 如果我要跟人家 讨论什么事情 或是别人问我的话 我都会 我都会很认真的回答 就通常会 如果除非我那张下在忙 我可能就会跟他说 在哪里 可是因为 就是我知道 我们公司的云端 也不是很好找东西 毕竟我昨天为了找一个东西 我找老板店 我都是找不到 后来才发现就是 没有那个东西 我也很讨厌这样子 对 就是他真的没有 所以如果他是很长 比如这个人 或者那个人就站在这个 工作表上面工作的话 我就会觉得 直接问他是没差 但是如果是 一个很明显的东西的话 可能就会觉得 不是很方便 但就不一定啦 对 然后因为我自己对于 蛮常有人来问问题的 但是就是看 可以回答的程度到哪里 我比较不喜欢 被问生涯规划 是因为我觉得太重了 对啊 就是你有两三句去回忆一个 你可能会觉得 很沉重的一个事情 太因人而异 太多辩识了 对 但是如果是问一些 我觉得还算有兴趣的东西的话 多回一点 我倒是都还蛮乐意 像之前有人问我说 是怎么开始学花艺 或者是他对花艺有兴趣 那他会问我说 可能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法 去精进他之类的 然后我可能就会跟他说 哇塞 问这种路线 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 最一开始 其实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做 然后我觉得 你不需要一开始就找老师 或者是你 一开始就上系列课程 然后我就会建议他说 你可能就是 可以收集你喜欢的作品 然后从里面找到你的灵感 然后我大概都会看 这几个老师 然后每个老师的风格是什么 所以其实伸手牌 也是蛮看个人 心情的吧 而且蛮看你当下情绪 就是看问的问题 我能不能回答 然后我个人就是 只要我能够回答 我都会回答 那其实我很讨厌 一件事情就是 比如说有人 发文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下面就会有人回说 去多读点书 或者说 其实我非常讨厌 这种恢复 因为我觉得那个人 也没有读比较多书 对 那你对于那种发文说 难道只有我不知道他是谁吗 然后下面就会有人说 谁谁授 你不会去Google 你知道这个吗 就是每次金曲讲 或是各种新闻嘛 只有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吗 然后下面就说 你不会Google吗 其实两种人我觉得都 都有值得讨厌的小小点 我觉得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你不去Google 只会选择发文也蛮怪的 然后你在下面很呛 告诉他说 你不会去Google吗 也蛮烦的 但是我觉得 你发那个文 知不知道都无所谓吧 发那个文的重点不是在于说 他真的想要讲说 我不知道这些人 他只想要呛那些人 对 他想要讲说这些人没有名气 这些人都是齐心可意啦 对啊 谁知道你是谁啊 但我必须要说 因为我都很认真回答 所有人类似身手牌的问题 或者就是所有人的提问啦 也不要讲什么身手牌 所以反过来是 我对于自己在做 类似的事情的时候 也都 你说你自己最在做 身手牌的事情 真的 如果我在做身手牌的事情 或者我在问别人 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不会觉得 我这样做是错的 你懂吗 就是你会觉得说 因为我平常都很认真的在 回应这个世界 对我无患 世界为什么不回应我呢 那种感觉啦 宇宙会回应你的 但我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就是我会觉得说 应该有些事情是 互相的 我懂 但是那可能是他 同一个人之前 有寻求过你的帮助 但我觉得可怕的是 有一些人并没有 这样的印象 没有这样的意识 就是 他可能平常在当时 有被帮助喔 对 我觉得蛮常会发生这种事 这个也是有点可怕 就他可能真的也是打扰过你 然后但他当时并没有觉得说 我就只是水口污污污 对他会觉得他问的问题 这不是很简单吗 他并没有觉得自己 受到一个恩德 对 我没有真的遇过很像 但是我会觉得 其实蛮多人是这样 就是 他只有在遇到身手牌的时候 骂别人的身手牌 但是他自己平常 明明也很常在当身手牌 就很多人是很双标的 我大学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就是大概大一的时候 然后又有跟 可能戏上一些男孩子比较好 还是怎么样的 然后就有其他女生 就会问我说 就是某某某喜欢谁 就是大家就是最喜欢听阿光 他就会一直问我说 谁谁谁喜欢谁 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好像是怎样 我听他们说 好像是怎么样怎么样 就大概把我讲的事情 我知道的事情告诉他 那你还蛮认真分享的 因为 没有 因为我不觉得他是一个秘密 就是 就不是当事人跟我说 我跟你说 你不要跟其他人讲 就不是这种情境 当事人可能说 哈哈我爱谁 就是我们 对 这种 开诚布供 我好爱他 没有就是一些 可能就是大家平常闲聊的时候 会听到的风声 或者曾经看过他们走在一起 类似这种事情 OK 我就是很自然把 我知道的事情 告诉一个女生朋友 然后后来 有一次 就一阵子之后 我就问那个女生朋友说 某某某是不是喜欢谁谁谁 或者是他们两个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 结果那个女生回我说 不好意思 我不评论 其他人的八卦 双飙仔啦 我想说 你怎么不去死啊 哈哈 不去死啊 上个月那边闲着脸 问我的人是谁啊 对 比起伸手牌双飙仔 真的是更痛恨 就是 你是 我真的要被你气死 但这件事情就是 在我的人生中 起了一个像 惊雷一样的震撼 就这件事情吗 我印象很久 我记得到现在 好恨 因为我会觉得 原来很多人 就是对于自己在做的 这种小奸小恶 是没有印象的 对 你说 只会洗澡的时候尿尿 对 对 他只会对于 别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特别有印象 对于自己的事情 是很宽容 他不是 有意识的不感恩图报 而是他真的没有觉得 对 因为他觉得 他的人设是不会随便 道人长短的人 他觉得 然后我想说 那刚刚之前是有人夺涉你吗 怎样 我做发生什么事 好可怕 我突然想到就是 有些时候 就是我会不太喜欢 亲近的人 叫我自己去查东西 会觉得说 我们都这么熟了 怎么不帮一下 假设如果你是 你问忠玉说 忠玉我们上个礼拜 去吃的那家餐厅 叫什么名字 然后如果他说 你不会自己Google 中套东上那家餐酒馆 的时候呢 你会怎么样 有点受伤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 你就是身手牌 你为什么不去查 LINE的历史记录就好 你为什么一定要问他 对不起 但我要讲一个 真实的小故事 忠玉从来不自己 看表跟看手机 看时间 他一定要问我 这个算身手牌吗 不是 这个已经算 他是不是不会看 这个很有意思 我该会找实际 我发现 应援的事实 不知道 阿朗博数字是什么 你说他就会突然问你说 现在几点 对 他在任何的家里 的任何一个角落 哪怕他就站在 他手机旁边 我还要特别跑去 看我的手机 说现在是几点 你会生气吗 你会跟他说 你不要再当身手牌了 好不好 我是没有意识到 这件事 你以为我是人体日轨吗 之类的 这复杂的概念 就是 我其实有一度 有点 觉得有点小烦 但是后来觉得 其实蛮可爱 你有到不悦吗 我有一次就跟他讲说 你明明就在手机旁边 为什么不自己开 但如果你在洗澡的时候 他一直敲门 然后问你现在几点 好可怕 这也是一成认二了吧 现在几点 对你有问他 我有问他 他就说没有 我就想问了 什么意思 我刚刚甚至在想说 终于真的会这样吗 还是终于其实 有一些用心良苦的理由 他其实想要提醒 终于很不像这个人设 对 所以我想说 其实是想要反过来 提醒思杰现在几点 你会 他会不 日剧还是怎么样 他就讲说 每天他回家的时候 老婆会装死 躺在地上 比方说被刀叉 用各种死法应接 然后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老公觉得说 就要重温他们当年 还在恋爱的时候 那种刺激的感觉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不定终于是这个 用心良苦 还是说其实你也一直在问 只是你没有意识到 因为你是双标载 没有 所以你也很常一直问终于一些 终于觉得 陈思杰根本不自己查一下 就知道 而且我还坚持一定要24小时 假如23点 你不是坚持 超可怕 你是坚持要写上午下午的人 对 我是坚持要写AMPM的人 你是必须要让终于在晚上的时候跟你说 现在是下午9点21分 3秒 对对 终于很标准的时间 因为我有时候就会想要直接问 然后有时候真的会得到 比较亲密的人的回复 就是叫我直接查 或是你Google一下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种 非常被冒犯的感觉 因为我会觉得说 诶 你以前不是这样子 你现在叫我自己去Google 是什么意思 对或者是问他一个名词的时候 比如说 如果你问终于说 跟他工作有关 然后如果终于说 你可以Google一下 嗯 的时候你应该也会很傻眼吧 其实会 因为我其实蛮剥离的 比如说终于要出国 我参加一个什么大会 比如说我什么亂摆 比如说MOC 然后他就问终于说 什么是MOC啊 然后终于说 你自己Google一下 这太凶了吧 那如果他说 你Google一下 然后破浪破浪 破浪破浪 帮帮到笑脸 破浪破浪对 然后冒号 冒号夸号 这个绝对更被冒犯了 雅群会被冒犯吗 如果是这样 什么东西会被冒犯 比如说如果你问他个 你说对方 然后叫你 不会自己查 如果没有那么凶 如果说 你可以查一下啊 我 坦白说还好 还OK 我觉得还好 不是不是 我觉得那个场景 会不一样 比方说 如果你在聊天的状况下 你去问那很合理嘛 但如果你先发一篇文 说我要去MOC 他特别的私讯 你说什么是MOC 那就有一点烦 有一点点烦 所以如果终于看到 然后他就是 就是你私讯他 然后他说 你可以Google的时候会生气 你都可以传讯息给我 如果传讯息给我的时间 你Google是不是已经学到了 其实 其实他可能会有一点点 觉得有点烦 如果传讯息 叫我去Google 好像真的会生气 那如果传讯息问你问题的时候 也会生气 就如果传讯息问你呢 问我问题不会啊 现在几点 烦死了 我不知道 因为我都会觉得 如果你问我 我会很努力 我从来没有讲过 你可以Google 这种话 应该几乎没有 除非就真的是我生气 就我真的是 故意在击掰你 我会做这种事情 哇我有讲过这种话吗 我通常都会讲说 你可以 我不知道我应该都没有 你可以去搜寻一下 会有更多的资料 对 但是我说这种话 可能是在 我已经回他一百个字 然后我就说 其实你还可以再去 按几个hashtag 可以找到你更想的 所以这个蛮合理 但如果是一开始 就叫他 你可以去Google 你可以去Google 我觉得你可以follow 陈思杰的社群这样 然后你刚刚问的问题 他那边都有讲 你也可以私讯他 我可以 但我刚刚刚想说 就是反过来就是 我应该也不算一个双标仔 就是因为我也不喜欢人家 就是随便问 就是很明显 你自己找答案 就会有个问题 所以如果我真的在群俗 或者说别人问题 通常都是我真的已经努力 尝试找个答案 然后我就会觉得 比较无愧于心 比较无愧于心 对啊 你至少可以跟对方讲说 我有试过了 对 我已经努力过了 因为我蛮常在公训组 发说 不好意思我真的 在云端找不到这个东西 问他到底在哪里 我对于云端的那个 基本的意见 就是我放弃那边了 我觉得至少今天 这个18分钟 让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我们好像应该好好认真 讨论一下那个云端资料夹 的分类方式 我们的业务总监 其实在认真地整理它 最一开始的都 整理的蛮干净的 可是就像 有点像我的抽屉 就我妈以前叫我打扫的时候 我觉得把桌上所有东西 都放到抽屉里面去 就是 我至少我现在确定 有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东西 现在都在抽屉 然后自己抽屉 在哪里呢 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抽屉 差不多就跟 小叮当跟大熊 而且最后那个抽屉 越来越乱说 你只是找一个 跟他的柜子 把抽屉放进去了 对 就太可怕 而且因为 命名逻辑也是每一个人 可能不太一样 然后所以有时候 其实你明明有讲过的 很难找到 而且因为有时候 你可能搜寻客户的名字 然后就出来100个档案 对 而且客户名字 有时候还有中文跟英文 不同版本 好可怕 很可怕 对就是也不是那么容易 倒是我每一次 在回网友或者朋友 反正任何人的私讯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种觉得 我会不会回太多了 的那种怪异感 这我会觉得 我好像太怪了 太认真 其实我也都蛮认真 我好像也是 你会觉得 自己会不会有点怪吗 不会吧 我会忍不住觉得 自己好棒棒 真的吗 我就是这个性的人啊 可是你不会觉得 到一个程度 一个程度以内 可能是好棒棒 然后一个程度之后 就会变成怪到不行 你说比如说 他问了你三句问题 然后你会 三千字 六百个字这样 对对对 就像这种 那时候我就会觉得 会不会有点太多 然后就反而有点自我 就想说 他有想要这么多吗 他伸手可能只像 我刚才Give me five 结果把他手整个有紧了 这只能跟大家说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如果你找我们 口播我们就会 或者是你来找我们业配 我们就会帮你 我们就讲你三十分钟 对我们就会特别设置 我们就会帮你当伸手牌 对对对 欢迎来找我们都很认真 我们可以量身打造 一集的题目 我们就会帮你 by bwd6